纽约倒掉巨塔颠覆居住关 有项奇特的新计划 有意打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而且它还真的是在世界之上 因为这座未来感十足的万丈高楼 不从平地起 而是要从天上往下倒掉 日行基塔是纽约市一间设计公司的点子 这座高塔会透过缆绳 掉在一个经过重新定位 会绕行地球的小行星上 这座飘移摩天楼会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走着八字形的轨迹 而且每天跨越南北半球 这项计划必须在杜拜新建塔楼 因为成本较为低廉 完工以后 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透过轨道转移 被送到纽约 由于日行基塔的上层会长时间受到日照 因此可以用太空太阳能板蓄积能源 水也可以被过滤和回收 住宅区会位在网上三分之二处 低楼层则留作商业和娱乐用途 这项计划并没有指明要如何进出塔楼 但从示意图看来 居民则必须要使用降落伞 面对这么大胆创新的提案 没人知道这座倒吊高塔 到底会不会成真或是什么时候要建造 不过未来有谁说得准呢